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报告11月22日晚的新闻 首先是国际和欧洲的消息 香港疫情政策被荷兰媒体讽刺 今天荷兰媒体NOS说 检测结果为阳性 在香港现在可以赚钱了 在香港接受病毒检测证实是阳性的人士 将获得政府一次性提供的 相当于550欧元的津贴 他说这个费用是用于说服 那些还不接受检测的人 但是民间引起了争议 有人说这不是鼓励人被感染吗? 因此一些人的确主动寻找机会被感染 香港的感染人数继续增加 今天宣布了三个月以来最大的增长 有68个新的感染病例 涉及跳舞等多个群组 美国制约巨头莫德纳 将向欧洲政府收取 每剂疫苗20-30欧元的费用 确切的价格将取决于订单的大小 又在参与谈判的欧洲官员表示 欧洲委员会希望和莫德纳达成协议 以每剂不足20欧元的价格 提供数百万剂疫苗 根据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 莫德纳表示 他们的疫苗在预防新冠病毒方面 有94.5%的有效率 自7月份以来 欧盟一直跟莫德纳谈判 商业是否可以购买他们正在试验阶段的疫苗 回来了 荷兰 昨晚有一则重大新闻 一间收账公司的老板声称要杀死三个人 但警方追捕他的时候 怀疑他已经自杀 前晚 荷兰警方在对阿纳姆一栋建筑物的突击中 发现了一名重伤的男子送院后 昨天已经死亡 这名男子怀疑跟近日发生的两宗谋杀案有关 一宗发生在阿姆斯福特·阿姆斯福特 死者是一名74岁的男子 另一宗发生在阿纳姆·阿林 死者是55岁的男子 两个人都是在汽车中被射杀的 据荷兰电讯报报道 两个人的死亡都跟这个阿纳姆的男子有关 这个人是当地有名的收账公司的老板 Gaze 他先前已经声称要杀死三个和他有过冲突的人 因此 警方根据线索 昨天去他的住处拘捕此人 但是发现他已经重伤倒地 送院之后不致死亡 当地媒体报告说 他是在作案之后自杀 目前警方还在寻找 是不是有他心目中要杀害的第三名受害人 今天 在警方进行特权的地方 还在地牢中发现了一个大麻中植墙 有三百多枝大麻 Gaze 大声宣布 请注意 明天阿纳姆将有重大新闻 有三个人将要死亡 去年 Gaze曾经是电视节目的客人 他说他的公司和人收账 收取五万欧元以上的债务 他从客户先收取5%的保证金 如果成功 再会收取总金额的25% 他说他曾经做过保安员 荷兰纪录片制片人 兼摄影师泰加瑜 Rubin Thoreau 将拍摄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第四集 但是这次他没有去中国 泰加瑜将探访肯尼亚、柬埔寨 塞尔维亚、美国和荷兰的中国人 以了解他们在国外生活的动机 现年35岁的泰加瑜 先前曾经拍摄了《沿着长江岸片》 《穿越中国的心臟》 和《中国梦》等纪录片系列 系统地介绍了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生活 既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进步 亦不回避社会的问题 他以写实的风格拍摄 在荷兰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 在只有1700万人口的荷兰 保持着百万人以上的收视 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 和中国官方的关系一度不错 不过他对在中国一些拍摄受到干预不满 特别是疫情开始以来 他公开强烈地批评中国政府的某些做法 操持强烈 他原来是个医科博士 但他业外中文从小黑虎练习 博士毕业后走上了从事摄影和纪录片制作的道路 荷兰获得的华人墓园 规模将增加一倍 由于荷兰国内外的华人都希望能够在荷兰的获得 拥有一块墓地 因此在开业四年之后 现在已经有扩大规模的必要 在2016年的时候达成协议 如果冒业有三分之二被出售 将会有更多的冒业出现 葛罗拉市政府说 去年230座冒业中 有195座已经出售 当地华人协会的一位负责人说 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华人 都希望在这里拥有最后的归宿地 扩建工作将于明天开始 新秀建的部分 应该在2021年的4月完成 沃拉的华人墓园 不是荷兰第一个华人墓园 在鲁特丹 有被称为先乐居的华人墓园 很早就变成 并且有华人的牌坊 但已经没有墓月可供出售 看看疫情如何 荷兰感染人数将突破50万 今天荷兰又有5000多人受到感染 虽然荷兰感染的数字 不像10月份那样迅速增加 但荷兰正在稳步买向新高 荷兰的第50万例感染可能会在下星期出现 昨天数据显示有近48万例 最近一个星期平均每日新增5000多例 虽然荷兰感染人数反反复复 依然压力减少 但12月份怎样呢? 荷兰很难在12月中旬放松疫情措施 部分人士希望能够放宽措施 比如说允许餐馆开门营业等等 但从各方面的讯息看来 现在这个目标似乎很难实现 荷兰来顿大学医学中心 临床流行病学系主任罗森达尔 告诉荷兰媒体 他说考虑到当前新的感染数量 在12月中旬放松措施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感染真的开始增加 这样 两个星期之内 住院的人数也会再次增加 他说 最近几个星期 荷兰依然的压力虽然有所减轻 但这种情况可能随时会发生迅速的改变 首相呂特也这样认为 昨天 首相呂特在本党的在线政党会议上说 这样的数字要放宽疫情措施 将是比较困难的 数字已经连续几日上升 这个并不是想要的结果 他说 现在得出结论上卫视过早 但他呼吁所有的人 继续遵守现有的所有措施 他说 可能在12月份可以再做些事情 或者在圣诞节和随值夜会有一些收获 他将于12月8日公布圣诞节和新年的疫情措施 好 感谢您的观看 好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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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